因为方便 因为方便 而且收入可以直接放银行 本地逐步迈向无现金社会 民众只是用手机扫一扫就能够完成付款 当中最普遍的电子付款方式 就是在三年前推出的SGQR码 而根据全国商联会的统计 全国只有58%的零礼商店采用了它 本地的师承放大镜 我们就来到了零礼商店 看看这里有多少家的商店采用SGQR码呢 我们从去年疫情过后 我们就申请了这个 所以觉得因为心境交流的话 会市场还会比较传染吧 一个安全问题吧 因为方便 而且收入可以直接放银行 不用上钱又不用找钱 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很多居民 他们不想要用现金 用零钱 他们就有这个QR扫描就比较方便 直接从他们的手机扫描就可以付款了 我估计最少有十个人左右用这个 都是以年轻人为主 我们每天结账时也比较方便 我直接看在这个软件 我就可以看到我大概收多少钱 然后在记录方面也比较容易 还在申请 因为我们不是懂太多 这个是因为旁边隔壁奶茶店 然后我们才知道的 这个几年前就有了 找到几年前就有了 他的收费也是不会说太贵了 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用他的QR扫描 挑战就是一直看人家的电话 看不清楚了 因为有老花脸了 就是我们要还费用 因为他是给我们试用期 好像前面三个月是免费的 后面好像是要收费的 具体收费好像是1% 我记得是 当我们在结算的时候 我们还要去看有没有过数 就非常麻烦 如果是以后 如果能够进去一个平台 就完全看得到全部 是最好的 有一些困难就是说 我们有老一辈的同事 就是说比较慢 然后当过数的时候 我们只要去查 那个有没有过数 就是他们多点时间去适应的 所以在这些所谓的支付平台上面 他们都有征收服务费 有的大概是从0.8%或者0.5%开始 就是有的甚至收到3% 在这方面对于卸商家来讲 是一个负担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因为你不需要收这样做现款 你也不需要把这个钱存入银行 在这方面也是能够节省一些时间 所以衡量起来的话 其实是接收这些无现金交易的话 就是我觉得是利多于比 据我们的观察 这里大多数的商家都采用了SGQR 而消费者有没有使用手机来付钱的习惯呢 会有时用手机支付 有时用卡 开始用的比较少 有时会忘记带钱 或者是什么 直接用手机支付就比较方便了 就是非常方便 在网上购物直接一键 它就会连接到你的银行的账号 或者是Paylar这样 就直接也不用输密码 直接就可以完成交易 很快捷 很信任这个整个的流程 因为它中间也会有让我 最早开始setup的时候 然后也是通过手机的短信要去验证 还没有去学嘛 学了啊 以后有去学才进行啊 因为啊我们年纪大了啊 就学不来用那个手机付钱 虽然在疫情前也已经是这样子了 所以我认为它会比较容易 你知不知道 我会通过我的手机 看看我的手机 看看我的手机 看看我有足够的钱 有时我会不会输入 所以我认为手机会比较容易 因为它一直都在我的手机 有的话我还是会用的 我想尝试的嘛 所以有时候发烧 我看人家买东西 在下来会蛮快的 想要阅读完整报道 记得点击留言处的链接 也要点赞和分享这些视频哦 如果有更热门 更加值得关注的题材 想要我们聚焦的话 也欢迎你们私信和我们交流 时常放大镜 我们下星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